我们开始装设备的模具 也就是我们行材上面说的口模 现在我们装模具 首先注意的事项就是 第一个就是装这个模具 我们要对角 螺丝要对角的开始装 先装左右 上下也可以 我们只要对角的装 保证两边的分析是一样 最终我们要拿卡尺 卡尺量一下两边的距离 我们上完四个螺丝以后 我们要拿水平尺 需要一下模具的水平 现在模具我们这个尖气水平调好了以后 我们要把上面这一块的螺丝 全部都给它拧紧一下 以保证后面正常开机的时候 不会冒料 所有的螺丝都检查一遍 包括浅棉 浅棉口模的这一排螺丝 这个完了以后 我们开始给模具装加热板 加热板的同时 我们要模具上面有 有这四个螺丝孔 一个测温孔 我们一定要对准 上面相应的孔的位置 这样我们的全部摆好以后 把螺丝拧紧 那现在我们开始接的就是这个模具的加热线 模具的插头上面的加热线 加热线分为火线 地线和凝线 我们三根线 红色是火线 蓝色是凝线 黄色是地线 那我们开始把它接起来 当我们线接好以后 我们把这线塞到盒子里面去 塞到盒子以后 盒子里面有四根定位螺丝 我们把定位螺丝锁紧 然后把户套套上 然后这边开始接对面的一头插到 这个是装到模具加热板上面的一根插头 也是同样的 一根火线 一根凝线 加一根地线 现在我们接的是凝线 凝线已经接好 那下一个我们开始接火线 然后地线 当我们接好以后 开始把三根线固定在上面 防止线的脱落导电 商人 最后我们把它套进去 最后拧紧两边的定位螺丝 然后我们的加热线就完成了 现在我们来接热电污的线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测温线 测温线分为正极和负极 那两个把它现在我们看到的红色和蓝色 红色接一 蓝色接二 接好以后 我们把护套拧上 那这一步骤我们就完成了 那现在我们开始把它往电柜和模具加热板上开始组装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